汪小菲21号被爆出 因为为旅行离婚协议 拖欠生活费约500万元遭大S提告 导致她情绪失控 一整天都在微博骂人 接连炮轰徐妈妈 小S徐亚军 还隔空喊话前妻 要不是你告我 我早就已经忘了你 并放话隔天要亲自到台湾对职 没想到事隔一天 汪小菲仿佛人间消失 不只社群没再更新 媒体在两地的机场等待也没看到她 整个人静悄悄没动静 反倒是换妈妈张兰大动作回击 对于大S前一天发出的声明很是不满 她表示大S对汪小菲用了许多威胁恐吓 同时也侮辱她 用言语贬低她等状况 自己一直在忍耐 直到儿子离婚后都还在帮前媳妇说话 并指控大S在大陆离婚程序还没完成 就等不及要跟聚军夜结婚 要装作纯洁圣女实际上不是那回事 信誓旦旦说爱过小菲不会爱别人 也不会再婚 才让汪小菲信以为真 删除离婚协议中 再婚不付赡养费的条款 而在声明中张兰也证实 汪小菲目前还到不了台湾 儿子痛苦的不得了 这些恶毒恐吓的讯息都有留存 喊话带死是装不来的 席界开司前媳妇 也让这场家庭闹剧持续延烧 咱们认词